还记得去年底我们点评过联想的小型Pro14 视频里我夸扎是目前的标杆级全能本 而在2021年的一整年里 联想都在围绕着这个型号的模具进行套娃 从酷睿独显版 酷睿核显版 到锐龙版 酷睿标压版 再到我们今天要点评的酷睿高刷版 前前后后一共有5个配置 这还不算模具相同的兄弟型号尤嘎14S 而我们要聊的这台酷睿高刷版 屏幕升级到了90Hz 2.8G分辨率加镜面玻璃 说句大实话 这台电脑除了颜色 真的跟有感没什么区别了 那么升级款的它表现如何呢? 新的核显性能会有提升吗? 看完本期视频 相信你能找到的答案 我们照理先来介绍一下配置 小型Pro14酷睿高刷版搭载了一颗 i511320H标压处理器 四核心八线程 显卡是iRes核显 计算单元从80个升级到了96个 内存是16GB LPDDR4X 466MHz 固态硬盘为海力士的PC711 512G 屏幕是这台电脑的主要升级点 14英寸16比10比例 2880x1800分辨率 100%sRGB色域 90Hz的高峰高刷IPS屏 这台电脑的首发售价为5299元 但是由于缺货 目前已经涨价到5700元左右了 接下来是外观部分 小型Pro14的酷睿高刷版外观 和之前几乎没啥变化 唯一有区别的地方是屏幕 高刷版换成了镜面玻璃屏 相比雾面加塑料边框的组合 让人感觉更高级 屏幕规格也提升了 分辨率从2.2K升级到了2.8K 刷新率也提升到了90Hz 换用玻璃屏幕的同时 也带来了重量上的增加 它的实测重量1.37kg 会比原本的塑料边框版本重了60g 厚度则基本没变化 14.6-17mm 不过 新适配器换成了小巧的两脚叉 重量仅175g 很轻 算是变相提高了机器的变携性 接口方面 这代小型Pro14机身左侧有两个雷电4接口 而且均为40Gbps满血速率 机身右侧仅有一个USB-A和一个耳机接口 扩展性一般 日常使用 建议配备一下扩展物 既然变化最大的点是屏幕 那我们就来详细聊聊它 这块屏幕和之前的Yoga14S规格相同 实测色域容积为114.9%sRGB 色域覆盖为99.8%sRGB 色整部分 平均DeltaE 1.86 最大DeltaE 4.1 屏幕的最大亮度在423nit 采用全亮度DC调光 它的黑白响应时间为17.3ms 灰阶响应时间为25.4ms 中规中矩 这块屏幕其实非常全能 之前各位比较诟病的地方是分辨率太高 在14英寸上字体太小 这个情况因为Windows的更新升级 现在好转了不少 新系统默认推荐的缩放比例是200% 在这个比例下 大部分系统组件 网页应用都是等比例缩放 因此画面模糊的情况少了很多 以前的系统里一旦调了缩放 连设备管理器界面的字体都是模糊的 现在新系统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除了分辨率 这台电脑的刷新率也升级了 系统内通过FN加2的组合键 即可快速在两种刷新率之间来回切换 我体验下来的感受是 90Hz相比60Hz的确流畅一些 但是如果你的眼睛已经被120Hz 144Hz 甚至300Hz的屏幕养掉了之后 这块90Hz的屏幕确实有一点不够看 但考虑到它只是一台轻薄本 再快的刷新率也只是用了上上网线型文档 那90Hz我觉得已经够快了 聊完了第一个变化 屏幕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变化 这台电脑搭载的是 英特尔的酷睿i51320H处理器 属于英特尔移动端的H35家族 它拥有四核心发现层 与i5135G7和i51300H相比 单核的最大频率提升到4.5GHz 全核最大频率提升到4.3GHz 频率更高了 而且核显的计算单元从80个提高到了96个 并且频率也有小幅度提升 96个EU的核显之前只会在i7处理器上搭载 而联想轻毛本的CPU一般都是i5 所以这次对于小新来说 核显性能会有一定的提升 下面进入性能实测 这台电脑是首批出厂预装Windows 11系统的笔记本 我们的所有测试也都是在Windows 11下进行的 先来看一下CPU单核性能部分 Cinebench R20单线程 i5-12320H得分为555 相比i5-1135G7提升了6% 可以看作是4.5GHz和4.2GHz频率之间的差距 然后是反映多核性能的R20循环测试 首次跑分时可以达到2420分 之后会在2360分左右波动 整体表现比较平稳 从记录的Log可以看到 第一次跑分时CPU功耗先冲上了50W 然后回到42W左右 之后则是先冲上45W 然后再回到40W左右 50W时的对应频率为4.2GHz 40W则是3.8GHz左右 然后是显卡 作为EUO认证的轻薄本 小新Pro14酷睿高刷版搭载了4266MHz的高频内存 也有助于核显性能的发挥 理论跑分部分 3DMark Time Spy 1662分 FSE 2476分 教室 1080p 1074分 整体表现确实明显好于80EU的i5-135G7 和96EU的i7-165G7相差不大 总的来说 这颗英特尔的i5-132.H处理器 就是i5-11300H的性能增强版 因为i5-i7的价格售价有差异 而96EU的核显被下放到了i5上 对用户来说 搁引擎的花的钱是一样的 但是获得的性能提升了 CPU与核显的性能都加强了 那它在实际应用力表现怎么样呢? 先来看网游部分 原生分辨率下 最高画质的Dota2平均38.7帧 最低画质的CSGO 92.2帧 看来核显对于2.8K这么高的分辨率还是不太够用 如果降低分辨率到1080p 那么Dota2可以达到83.6帧 CSGO可以达到192.6帧 流畅运行基本没什么问题 不过它终归还是一台核显轻薄本 应付一下主流网游基本都是极限了 如果有玩大型单机的需求 那还得考虑正经的游戏本 这台电脑的屏幕素质不错 拿来修图也比较合适 我们测试了一下它在Adobe Photoshop中的表现 最终Benchmark的分数为698 这个成绩比主流的游戏本和创意设计PC稍弱 但是比非性能像的轻薄本要好一些 对于基本的修图工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了 因为它没有独显加速 像PR这种比较繁重的任务就不要难为它了 总的来说 这台小新Pro14酷睿高刷版的性能表现符合我的预期 它的功耗给的比较高 基本上能发挥出这颗Intel i5的性能 CPU单核性能与核显性能 也比之前的i5低压版本有一定的加强 适合日常办公 轻度游戏 或者简单修图这类的工作 看完性能实测 下面进入笔8的传统拆机环节 这台电脑拆解和之前相同 卸下底面所有的螺丝即可揭开后盖 注意尾部的卡扣有一点紧 翘的时候需要稍微用点力气 这个内部构造和Yoga14s不能说基本一样 只能说完全相同 丝毫不差 电池容览为61Wh 实测PCMark10现代办公的续航时间为11小时22分钟 左侧的固态硬盘为海力士的PC711 PCIe 3.0x4速率 实际跑分看图 右侧有Intel的AX201无线网卡 支持WiFi6协议 内存为板载的LPDDR4X4266MHz 跑分看图 上方是熟悉的双热管双风扇散热模组 按照经验来说 这套散热大概能压住45W左右的功耗 下面我们通过烤机实测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室温25度 对于5度显的轻毛本 先采用负载较低的Strax CPU进行测试 烤机30分钟后 CPU维持在71度 功耗27W 已经跑满4.3GHz的全核最大锐频了 再来试试压力更大的单烤FPU 烤机开始时 CPU会瞬间冲上96度 之后读书一直在81度到99度之间反复横跳 波动非常剧烈 但是功耗相对于平稳 30分钟后 功耗可以稳定在40W左右 频率3.77GHz 这个温度表现不禁让我怀疑 是不是硅脂没有涂均匀 于是我拆下散热 把原装的硅脂重新涂抹了一遍 实测虽然温度仍有波动 但是功耗可以提升5W 达到最高温的时间 也比之前慢了一点 看来重新涂抹硅脂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表面温度 这里我把Strax CPU和FPU的温度图都放上来 可以看出它的键盘表面温度非常低 最高也不超过37度 而且Strax FPU和CPU的区别不大 应该是风扇转速提高的原因 它在Strax CPU下满载的人位分贝值为38分贝 非常安静 FPU则是47分贝 比一般的轻毛本稍微炒一些 但也在能接收的范围内 总的来说 小型Pro14的散热表现不错 单考45W的水平 在目前的市场里排在前例 压制一颗4核心的CPU绰绰绰有余 表面温度控制也很好 噪音也能接受 不过 规矢没有图好 让我对它的印象有些减分 联想的品控仍然有待加强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对这台电脑有一定的了解 按照惯例 这里总则的三条预缺点供各位参考 先说个优点 第一 屏幕支持高刷新率加高分辨率 去年 Uga14s把90Hz刷新率首次引入轻薄本 而现在 小型系列也采用了同样的规格 这块2.8K 90Hz的屏幕 使用体验是很好的 尤其是Win11下的缩放优化很明显 字体的内容也显示很清晰 不用再为小尺寸高分辨率而苦恼了 第二 处理器性能释放激进 这台电脑能做到单烤40W的性能释放 把硅脂涂抹均匀后 实际能到46W 在同体积的轻薄本里表现优秀 另外 它在满载下的表面温度也很低 最高不到37度 很凉快 第三 原装适配器体积小 重量轻 以前小型系列的笔记本都是附赠两段式的插头的 体积大不变邪 新款的适配器变成了白色 体积很小 重量也变轻了 适合外出携带 但是相比三头插 两头插摸起来有点漏电 聊完了这台电脑的优点自然也得说说缺点 第一 接口种类比较单一 小型Pro14只有两个雷电4 一个USB-A和一个3.5mm的耳机接口 而且电源要占用一个C口 对于日常办公定位的情报本来说 接上鼠标就不能插U盘 在我看来 至少再增加一个USB-A和一个HDMI 才能脱离对扩展物的依赖 第二 套娃型号太多 容易让消费者困惑 联想在小型Pro14和Yoga14S上 前前后后搞出了十几个型号 别说普通消费者了 连我一个做评测的都要被绕进去 其实这两个产品线是同款模具 里面很多型号是重复的 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希望联想能让Yoga和小型多一点差异化 别光顾着套娃 第三 屏幕色准一般 这块屏幕的其他方面表现都很好 唯独色准一般 虽然谈不上差 但是作为木桶里面最短的那块木板 一定程度上会脱离整个屏幕素质的表现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小型Pro14酷睿高刷版升级了屏幕 升级了频率更高 核显更强的英特尔处理器 还有升级到了最新的Windows 11系统 不过 它的模具没有升级 也意味着它和前代有着类似的散热和性能表现 索性它的底子很好 即便套娃套了一整年 它的最终表现还是能在轻薄本里拔到头头的 不过明年我还是希望联想能在模具上多创新 多做出些差异化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消费者关注 这台电脑我会推荐给那些 对轻薄本性能释放有要求 想体验高刷线绿屏幕 并且不在意外接扩展屋的用户选购 好的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给我们来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吧 如果你想每天都跟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笔8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们每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电脑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流卖本性得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8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